是 剛剛我發現說漏了一個點 就是肉肉強食的位置 我想補充一點就是 可能有些人會說我們是人類 所以就萬物之靈 我有權去怎樣操縱一些動物 其實這種肉肉強食的心態 其實未必是我們真的喜歡的心態 只不過在食物、飲食的方面 我們拿來解釋給自己聽 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買藥用強食的話 是否代表你身邊有一個很健康很強的人 他有權去剝削你呢 他是不是有權見一個打一個 打一想你 我高大嘛 我可以搶你的東西 是否等於我們正確在街邊搶人的行為呢 那又未必 因為對我們來說 可能有權利的部份 我們生出來是不應該被人這樣 去剝奪我那些財物的 或者威脅我的生命的 有權利的部份 也都有七隱之心的部份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無緣無故 傷害其他人呢 有我心不忍就不想這樣做 有慈悲心的部份 所以我就想藥用強食未必是一個 可以全面地理解到人類社會 或者生命和生命相處的模式 未必可以解釋得完 只不過我們可能太習慣了 人類和非人類動物是一種重屬的關係 所以就好像我有權地剝削它 但你想一想 其實真的有權嗎 其實未必的 其實食物金字塔最上面的都不是人類 因為很多人都會用到食物鏈的理論去說服 或者是可能是animal ethics 所以會更加清楚 好像上課會說到 人類經常說自己是金字塔最頂層 或者你智力很高很高什麼 其實智力比我們高的動物大 大有人了 大有動物在 然後食物鏈最高層的又不是我們 我們人類憑什麼 去說自己就是有一個 最高無上的能力去剝削其他眾生 其實是 尤其是我們可以再深入去思考 你怎樣衡量一些東西 有沒有存在的價值 或者誰是有權力一點 是因為基於你的智商高 就可以這樣對人 豬好像高過人 因為我不知道 可能某些動物是 智商高過某些人 那是 是的 是的 那智商是否衡量我們是否 應該剝削或者傷害一些生命的好的理由呢 我猜大家都未必會認同 如果這樣說的話 一些智力障礙的朋友 我們是否就不需要人道地對待呢 孩子也有 免 без ele 孖仔 孖仔 或者孖子 其實他的思想一定一定可以 不止 教學家高 對的 那 рас否代表科學家可以隨便的殺害他 那麼 我猜都未必 所以 生命價值本身 如何去衡量高低 我猜這裏有很多東西可以去思考 但不單單是說 我自想高一點 我會得高到 我沒有聽盡 我懂得雞皮積分 所以我就可以殺你 我可以吃你 提莫一定會被人吃 我也不會的 很快就被科學家吃殺我們這些低等人類 我多吃點水果 令自己好吃 吃吧 要好吃一點 當然是吃到自己不好吃 希望外星人或高等人都能吃 立刻減肥 努力 我覺得這裡 或者我們可以退一步去想 因為有很多人會說 我吃肉 或者吃什麼 只是我個人的飲食選擇 你做什麼 要不斷提倡素食 開什麼IG page 去干涉我的選擇 勾搭其他人 然後撞大你們這個素食小圈子 影響我們 吃人 或者有些人會說 我自己的飲食選擇 為什麼你們這些人要批評我的決定 你會不會都收到這些類似的criticism 也有的 我會理解為是一些不理解的疑問 我自己的風格不是批評型的風格 如果大家有追蹤我的話 我很少去吃肉 吃肉 賤人 不知道 你的頻道好像不能說衝 可以的 完全可以的 我自己都說了 對不起 尊重主場 有些人會以為所有食材的人都是很激進 很偏激的 我不會這樣做 我會有一定距離的尊重 但如果能力範圍內 都想告訴對方 未必是直接的 吃直扒飯的朋友在吃豬扒飯 難道跟他講 你很血腥啊 吃那隻豬 你知不知道多少血腥啊 動物工廠 你不會這樣做 你會有基本的和人相處的社交為儀 很偏激 我真的會有人這樣做 但無論如何 假如有人是這樣的話 他可能真的很愛動物心切 去這樣做 但我也理解有些朋友會覺得 可能覺得被冒犯 可能覺得自己的生活習慣 你好像眼睛眼睛很不開心 正如我們可能在家裡 爸爸媽媽干涉你 什麼時候出街 什麼時候晚上睡覺 你會覺得很煩 我自己自由 為什麼要干涉我 你多吃點菜 是 會有這些 但我想要解釋一個位置 其實很多人都不是這樣強硬地逼迫 如果要逼迫的話 你會想像有些素食者會立法 要求禁止吃肉 吃肉就要坐牢 這些才叫做迫伯 對呀 比重罪 對呀 或者一看到一個人吃肉 就拍下他 放上網去批鬥他 這些才叫做強盜的迫伯 我猜很多素食朋友 都不會支持這種做法 而是尊重每個人的寶佛 但也希望可以說到給其他人知道 其實動物也是有我們值得尊重和保護 可能我們一直成長的過程中忽略了 這個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話 我忘記了 對呀 飲食自由 這是一個吊詭的問題 理論上我們人是有很多自由的 我們有自由去罵人吃飯 飲食 睡覺幾點喜歡睡覺 跟朋友怎樣相處 你生氣的時候罵不罵人 要不要出口傷人 杯麵要不要三分鐘 是的 其實你很多東西都可以歸納為自由 但自由是否無界限 是否就是一種放任式的自由主義 又未必是 我覺得你可以有言論自由 但是你不能夠說一些很冒犯性的歧視言論 或者傷害別人的言論 是這樣的 這些我們會覺得不能夠做的事情是基於什麼 有些是基於你跨越了其他人的權利 你無緣無故有自由 那你是不是有自由可以偷人的東西 又不是的 那為什麼 因為你其他人都有他的自由 不被偷渡 不被傷害 又或者跨越自不自由的一個位置 就是和你心 都是回到剛剛那個位置 就是你可以說什麼就什麼 你喜歡拿起把刀 捅死旁邊的人都可以 但是你要不要這樣做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你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接觸去想的事情 而不純粹是說我有自由就可以為所欲為 其實這個位置都是想提點自己 或者大家都是可以想多一點點 我們有自由去選擇要做什麼 你的選擇可以是 去對世界有一些保護 一些關愛 亦都可以放棄這些自由 去做一些傷害其他生命 傷害人、動物、環境 其實兩面都是可以去做 就看你選擇什麼 我剛才一直嘗試用一個想駁斥你的心態去聽 然後我想去到某一個位置 譬如你剛才提到傷害 如果我是一個外國人 我就會覺得 你又說我傷害你 你又說我傷害你 甚至有些人會覺得 傷害這個字眼是已經有批判的成分在裡面 於是我就覺得 究竟我們是一個比較提倡素食的人 可以怎樣更好地去表達 用一些言語藝術 如果不用傷害的話 就多些關愛其他生命 如果你要倒轉說也是 但我又想提出一件事 我理解大家聽到一些字 可能會覺得 我傷害很難聽 入不了耳 但我又覺得 有時候我們要有勇氣去承認自己 做了一些傷害人的行為 或者生命的行為 這個不容易做的 這個承認的勇氣是不容易有的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都很希望自己擁有這份勇氣 對我來說 我初初轉不吃肉的時候 我有經歷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困難 我的困難是一種很重的道德批判自己 我覺得自己吃了20年肉 我真的很差 很不道德 會這樣去想自己 這樣 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要面對自己 你好像傷害了很多東西 那一刻是很難聽的 但我想又可以寬容些對待自己 不是說你傷害其他東西 你就是拾我不捨 你馬上落地獄 你是一個賤人 不是這樣的 有時候就是承認自己 可能和人相處都會過 我說了一個謊言騙他 我傷害了他 或者我和伴侶吵架 出口傷人 我傷害了他 就是承認自己 有一些做得未夠好的部分 然後慢慢去改善 所以我想我們看待這個概念 又未必要那麼咄咄逼人 那個人是包括自己 不需要對自己這麼嚴重 同樣地也不需要對其他人這麼嚴重 我覺得這也是減少傷害原則的一環 對 減少對自身傷害原則的一環 對 很棒 我覺得是一環扣一環 我今早就發了一個故事 問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Lillian 其中一個問題是關於另一半的 但我不是直接問你另一半的事情 而是當你選擇伴侶的時候 你會不會考慮他是否一個不吃肉的人 這個問題忽然很切身 我猜有朋友會好奇 尤其是可能有些朋友 他轉吃素 他有這個恐懼 那之後就很難拍拖 一定要選一個吃素的人才行 會不會有很多衝突 我覺得自己 我的姿勢去答這個問題 有些太過優惠 因為我的伴侶都是和我一起吃素的 那有單身狀態呢 如果單身狀態的話 我猜跟一些宗教一樣 有就最好 另一半都是同樣的宗教本來最好 但如果沒有的話 又不是說不行 只不過是兩個人很親密地相處 其實價值觀很相似 或者生活習慣相似 是會舒服很多的 又不用解釋那麼多的 至少你不用下班回家 有另一半跟你在吃素肉 又在問你吃素肉 你不是偽善嗎 至少會避免了這些 可能避免了這些 建議直接分手 會累 但又不是不行的 我身邊也有一些伴侶 即是拍拖的朋友 他們一個是吃素 一個是不吃素 我樂見一個狀況就像傳教一樣 另一半都吃什麼動 也挺好的 不是不行 不過也可以分享 就是 成如我們剛剛所說 吃不吃素 其實是一個生活風格 或者一種意識形態下 的一個行為 其實這種想法 或者減少傷害原則的想法 其實是會橫橫相扣的 如果另一半是吃素果 他可能吃素背後的這些 意識形態和價值觀 都和你比較相近 整體會契合一點 但也不是說 不吃素的人 完全沒有跟你心 不是這樣的意思 而是可能相處上 會有多些空間去討論 去感染 互相契合一點 是 飲食雜貌 我覺得可以反映到 很多人 其實他對這個世界 或者對生命的那種 不同的想法 或者取態 這個時候 又沒有什麼對語錯 只是 拍拖 還是想和一個 舒舒服服的人 一齊 我覺得 這個位置 如果是契合到 當然是最好的 另一個位置 我也覺得 有些關係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 超級餵食 很喜歡吃東西的人 然後我在想像 如果我一個擔心的狀態 然後 有一位 可以發展的對象 是吃肉的話 或者其實 我們兩個之間 有些飲食上的喜悅 是沒有辦法 好好地被分享到的 例如 如果我真的 吃一個很好吃的素包 一個素碗 然後 可能對方 會不會欣賞 或者會覺得 為什麼要吃東西 你不是牛 你不是李時珍 有時候吃草 對 有些屎味 對 然後 就算不是用我的角度去出發 就是 對方 如果是切了一塊 很漂亮的和牛 或者那些 我已經忘記了名字 什麼鹿兒島 還是什麼什麼的牛 然後就很想分享 油脂的喜悅 對於我而言 我又怕不到 我不太想吃 那時候 我自己覺得 與情侶相處來說 或者是 與親密的人相處來說 一定會有一些磨擦 或者是 有些心結形成了 然後去到某一個人 就說 為什麼你改人 我這樣 怎樣怎樣 你根本就不明白我的世界 有機會 尤其是如果你是一個餵食的人 對你來說 很重要 那一定會有影響 對呀 對呀 除非對你來說 吃是不要緊 隨便灌點東西入口 那就OK 對方吃不吃什麼 你吃不吃什麼 就不要緊 但我猜對很多人來說 一天至少都有三餐 對嗎 如果你是吃素的 你看著另一半 淡淡的扯開牛扒 那你可能 那一刻 都未必很舒服 這樣也不一定的 我自己就未必很 可以拿到另一半 在我面前大大力扯肉 不是代表我不尊重它 而是我感性上 真的有點難以接受 對呀 還有我覺得可以很坦白地分享 就是 始終特別是情侶或者伴侶 我們都有親密接觸 當一個人 當一個伴侶在我面前大大肉 扯人之後 我看到的各樣 那樣消化那樣 或者未必會想親近他 或者黏住各樣 這個是一個很直接的 會造成一個生理上的抗拒 而一旦我覺得任何關係都會 你生理上 你都開始不想接觸對方 或者不想有眼神接觸的時候 就是一段感情的結束 所以我突然變成戀愛台 即是吃素和不吃素的人 一起就會感情結束 我覺得 我覺得這次是遲早的 如果是完全吃素和吃肉的人 對呀 大家是互相不理解 有很多質疑對方 無論是兩天左右就分手 所以我覺得是環環相扣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飲食就是在生活上 其中的一小部分 我們拍拖的話 一定要無合 一定要有些事情 要互相遷就 互相忍受 但好像剛才那些人這樣說 其實飲食習慣背後 反映了很多事情 而當我們忽略了 那一部分 我們的需求 或者對方的需求的時候 其實後面的事情就會倒露 這條分手的結局 你把握得很準確 不過正正是這樣 我也想提出多一件事 就是正正因為 最重點不是吃不吃肉這一刻 而往往是那種價值觀背後 支撐你這個行為 假如有一些情侶之間 我自己 我跟伴侶 雖然都是吃素 但可能大家接受的程度有些不同 可能對方接受到多些 跟別人 撒嬌撒嬌 別人拿牛肉 魚 她也會接受到 可以享受賣肉 可能會這樣的 對我來說 未必可以 其實吃素之間 都有這個程度的差別 有些可能更穩定 有些更穩定 有些更穩定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大家理不理解 大家在做些什麼 可能有些人 在這一刻我真的轉不到吃素 但其實我也覺得 應該盡量減少傷害 我也希望一步一步減 如果在這種心態下 未能吃素 我覺得是可以相處到的 最重要的是你的想法 你在想些什麼 減少傷害 我覺得大家可以 包括我在內 都可以在時刻 記起自己 例如剛才你這樣說 素食和素食者之間 都已經有一樣 可能要互相去理解 互相去遷就 更何況是 非素食者和素食者之間 我自己 有時都會批判食肉的人 或者怎樣也好 但如果我是一個食素的人 我很想減少 對眾生的傷害 動物的傷害的時候 但我覺得同時 我們都要提點自己 就是當我們批判別人 批判別人 吃肉 你會下地獄 你吃植物肉 等等等等 這些事情 其實都是一種傷害 對 所以最重要的是 當我們時刻 都提點自己 或覺察自己言行 提點自己 減少傷害 我既努力地減少對他人的傷害 亦都要努力地減少自己 批判人 或者挑剔人 所產生的對自己的煩惱 或者傷害 我說得很好 提出一個點 就是 會想 直至去 和自己說 去勸勉自己 或者和大家分享這個概念 就是 減少傷害 然後保持覺察 對 對 對 我也會有一句 提醒自己 就是 不要因為一些小義 而失卻了一些大義的行為 你可能出於一個善心 希望 不要殺身 這樣 就不吃肉 但是 可能 你會很刺激地 對待 一百個人 指責他 而忽略了他的背景 他的 環境 尤其是 我想再說一件 就是 說得很清楚 不要緊 我覺得你一定超級 對 我想補充第一件 就是 其實有很多的行為 是 你要很優秀才可以做到的 是吃素 其實有門檻 一些基層的人 你當做苦力工的 或者是一些地盤工的 其實他只有半個小時 九個字時間吃飯 而且吃的就是一個叉雞飯 你怎樣同樣的價錢 同樣的時間 可以買到一個這麼便宜的素飯 或者還要叫他 自攜餐盒 不萬補的 法寶膠 其實是很壞的 你在這個狀態下 你應該要做的是 去想你活用現在的資源 你的知識 怎樣可以令到其他人 更加容易地做到吃素的舉動 而不是去批評他 所以我想同理心 不只是要放在 所謂的動物身上 或者地球保育的身上 而是真的看到人是一個人 對 真的太好了 今天很感謝Lillian和我們分享 剛才分享了很多有關素食的東西 如果大家對性別有興趣的話 就要期待下集 如果剛才對我們所說的東西 想跳機的話 歡迎留言 然後大家一定要去追蹤 Lillian的IG 在哪裏 如果爆炸了也有002 可以和大家分享嗎 都可以 我有Lillian__001 和Lillian__002 下一集可以分享 為何我會有002 都是因為和性別有關的 好的 謝謝 謝謝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拜拜 再見 拜拜 最後那段星華好棒 是很快樂 對 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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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陣子 對 感谢观看